在第五條的這個 第一款這個 確保國家能源安全訂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依賴 我覺得有兩個事情我覺得應該分開 一個部分是化石燃料 另外一個部分確實是化石燃料補貼 我認為化石燃料跟化石燃料補貼 都應該放進去 然後都應該是有逐步的降低 像這樣子的文字 所以就化石燃料補貼的部分 目前確實在各個公約國針對化石燃料補貼的著墨 而且要求的強度是高的 所以我認為因為第五條是處理原則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也要把 逐步降低化石燃料補貼 定為是我們制定各類型的政策相關的上位原則 我覺得這部分應該要請環保署 找相關的部會來討論 我們把這部分給放進去 所以以上這邊部分 我呼應在這部分的意見 謝謝 謝謝 行政院的版本 只敢寫說 逐步降低 那是不是說 這樣寫的意思是 不打算 化石燃料補貼有落日的一天 那針對這個IMF 這IMF針對20個高度補貼化石燃料 產國的國家的統計 如果把這類補貼金額的30% 轉移至這個捷徑能源的話 將可減少11%到18%的碳排放量 如果全面停止化石燃料補貼的話 可以減少25%的全球的碳排放量 那這個空污導致的死亡人數也減半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我們希望朝向這個方向去處理 那另外一個部分 院版的第五條 的一二三第三項的第一款裡面 有提到說 這個逐步落實非核家園的願景 這個部分我們當然是支持的 那只是說 就剛剛提到的這個化石燃料補貼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寫成 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補貼 那第二款改成污染者 副會原則 以上